各位评审委员及各位同学大家好 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 是我们季高同学们年度的盛事 每一年会集结我们全国15个群科的季高好手 来到这个大舞台一展身手 更是我们季高同学三年学习成果的一个重要旅程碑 以往我都非常期待能够到竞赛的现场 听到同学们非常自信和很有创意的来报告自己的作品 我经常都可以受到满满的感动回到办公室 那今年虽然我们竞赛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因为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相信绝对不会去减少我们竞赛的丰富跟精彩 创意竞赛我们也进入到了第十个年头 那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我们诞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 那这些作品常常都会让非常多的师长 还有我们业界的这些老板们非常的惊艳 那当然这样的作品常常也感动了很多的老板 当场忍不住就发了评书 可以看得到同学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些作品 确实是非常吸引人 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想也是常常会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跟挫折 之前我就有听过同学们 他们为了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常常还熬夜失眠 但是当自己能够有所突破的时候 所展现出来的那一种喜悦 从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 你就会看得出来 尝过挫折浮果后的成功是特别的甜美 最后呢 我常常要用一句话来勉励我们所有的同学 选技职好好读 有前途 同学们加油